上一期跟大家说过,国外父亲节的来历,那你知道吗? 其实,中国也是有父亲节的。 中国的父亲节是每年的8月8日,这是在1945年的时候,有一些爱国人士提议的, 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父亲而发起的。 之所以定在这天,是因为这一天的发音巴巴和爸爸相似,提议一出,得到了很多社会名流的支持, 并且获得了当时政府的批准,从此之后每年的8月8日就成了中国的父亲节。 那后来,我们怎么不过这个中国人自己的父亲节,而去过洋人的父亲节呢? 那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,导致中国父亲节只在台湾省内传播的缘故, 大陆人们渐渐的就忘掉了中国人自己还有这么一个父亲节。